人工受精前期检查 赵静 西安市业第四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我们说人工受精只是说 解决病症夫妇生育困难的这种方式 其实呢 所有的准备怀孕的夫妇呢 都是需要做孕前查题的 我们人工受精之前的常规的查题 健康查题跟孕前查题是一致的 包括通过血液检查 和分泌物的检查 来排除不婴症夫妇 目前不合适怀孕的问题 及时地发现问题 及时地进行给予治 具体的一些检查项目 包括血液的生化检查 肝肾宫 传染病系列 就是我们说输血四项 血肠规 病毒全套 以及甲状腺功能等等 分泌物对于女方来说 包括百代常规 遗元体 令球菌 如果我们近一年内 没有做过宫颈筛查 那么我们也要考虑查 液积细胞 以及HPV的检查 还有宫颈分泌物 遗元体 令球菌的检查 专家提示 一 人工受精之前的茶体 和孕前茶体一致 包括通过血液检查和分泌物的检查 二 来排除不孕症夫妇不合适怀孕的问题 并及时治疗 三 具体检查项目包括血液生化检查 如肝肾功 传染病系列 血肠硅病毒全套及甲状腺功能等 四 宫颈筛查 液积细胞以及HPV的检查 还有宫颈分泌物 医元体 令球菌检查